文化APP 文化资产 也有为数不少的木造房舍 以及车站等等 不过多年以来 却很少有人推展这些有型文化 甚至还面临了被拆除 或者是更新的命运 那么青年徐嘉玲 在今年的文化部计划当中 提出一项名为 大北门老屋修缮培育基地计划 希望透过这项计划 提供一个可以进行 木造建筑讨论 学习以及实作的据点 除了培育人才 一方面也进行文化资产的保留 那么究竟他的想法跟理念是什么 而当地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先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许嘉玲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哈喽 嘉玲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嘉玲 是 嘉玲我们刚刚提到 你目前是在嘉义的大北门地区 进行修缮培育计划 不过在谈这个计划之前 我想要先请你谈一下 这个大北门地区 过去曾经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 尤其是在文化层面上面 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大北门地区 其实不是一个根实的范围 是我们划定的一个区域 然后就暂且叫它大北门地区 是 那这个地区就是在 垂阳路以北 然后博爱路以南的这个区块 那因为这个区块 它以前 包括以前日治时期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木材业 或像是城牧池 引领所 传统木工厂 这些地方都是在这个区块里面 是 包括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 那个像玉山旅社 快艺生活村 旧间宿舍群 都是在这个区块里面 是 那它现在是目前林业都还有 持续的在进行吗 嘉义它现在都还有一些传统的木工厂 都还在营运当中 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 文资保存 但是其实它现在有的这个 传统的木工厂 都在慢慢的凋零当中 可是我们在嘉义这个地方 还是有法看到这些工厂 都还在运作 除了这个木工厂之外 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建筑的都是木造房屋比较多嘛 对对对 那因为 其实嘉义的发展跟那个阿里山林业很有关系 所以这个区块 因为它包括了那个北门义的车站 所以它在这个区块有很多的木材运送下来之后 然后盖了这些木造建筑 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那个木造建筑 那这个区域它以前有包含几个地方就可以知道 它以前是一个很重要的木材的区域 香菜以前就叫做快丁啊 或是龙丁或是黑金丁 所以就这些名称都可以知道 就是这边就是以前以木业为主的一个区块 所以听起来可能有些建筑都已经超过百年了是不是 对 但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开发 或是一些外来的因素 所以其实有很多房子都被拆掉了 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当地这些木造的建筑 是不是目前也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对这个文化资产保留 相对来讲是比以前比较 那个观念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目前这个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啊 虽然是相对以往来说嘛 好像看起来社会大众对文化资产是比较重视 可是在实际上推动这样的事情的人还是比较少 然后其实我们到各地的那个保存运动里面 其实都看到其实都大概都是同一批人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也是看起来好像已经慢慢变成一个险学 可是其实真正投入的还是太少 然后像在那个大北门的这个区块 因为我们那个合作伙伴红雅书房 他们一直在这个区块持续推动保存那个木造建筑的部分 那嘉义市的文化局他们也开始推动一些建物力的老屋修散补助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一般人他对老屋修散的那个观念其实他是想把它修成新的 他并不是想要把它保存他原本的这个文化或是记忆的部分 然后所以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政策在推动 可是人的观念他其实还是需要被改变 他才有办法真正理解说那老屋修散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所以我们才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 比方说像是观音的课程或是真正实际去操作的课程 让他们理解说我们修散老屋并不是说要把它全部变成一个新的房子 你所谓的新是说是把整个这个木造房子都整个拆掉 盖一个新的吗 还是说只是工法上面的一个不同 因为其实他们有些人他们其实就几乎要把所有 他原本的老房子的构架都拆除了 然后再盖一个新的木屋回来而已 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们保留这个老屋他到底是想要保留他的样子 还是说他里面的这些构建都是重要的 是 不过相对而言这些木造老建筑比起钢筋水泥的建筑更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建筑技巧等等 不过你们这项计划当中是希望透过这个课程来培训这些修散的人才 那在这个师资的部分你们是怎么样做解决 是不是有邀请到一些老师有规划哪些课程 我们这个计划其实连结了很多就是以前就很多前辈啊 就是像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怎么样去执行这些传统建筑的技巧 比方说像我们之前在台南的经验就是如果你要盖TOKATU 我们就是要找当地的老师傅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邀请了以前就是常常在盖这样子的木造建筑的那个吴冠林师傅 然后再来就是也有邀请了就是常常在进行这样相关陪丽跟石座的孙重杰老师 那他比较有名的经验就是那个吴峰林家的修散 所以就是除了这样古迹级的修散之外 他也有累积很多写地修散老屋的经验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邀请就是对自然界主有很多实际经验的汉德学社 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不同的不同领域跟不同经验的人一起来进行这样的课程 所以你们这些这个工法应该都是选接比较多是不是 我们其实我们这次规划的有就是包括竹编甲林的制作 然后还有图宁跟上司徽然后还有挂娃的部分 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工法 对对对对 不过你们这项计划是要培育这个木造房屋的这些修散人才 那我不知道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的接受度是怎么样 你们在推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本来预定的期程就比较晚 然后所以大概如果是以往办理的情形 大概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空间的取得 就是你要去说服一些屋主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然后把空间借给我们 然后像租金费用还是修散费用都是比较大的障碍 然后像其实我们这次的计划也是修散费就被删除了 所以我们就只能透过更多的方式去来比方说协力其他正在修散的房子 或是用更多的人力来弥补这个经费不足的部分 那你在这个说服这个屋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啊 比如说这个其实一般人观念当中其实总是希望能够住的舒适嘛 那改建可能是唯一最快的方法 你有没有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这些屋主他们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 其实像比方说我们的那个合作伙伴那个薛俊鹏大哥 他现在正在修散一个家墓居 那其实为了要保留这个墓建筑呢 他说服屋主之后开始修散 但是还没有修散之前其实就要花很多的钱嘛 然后还有租金 那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蛮困难的 然后但是比较高兴的是因为像去年 我们其实已经有办一系列的课程 那有些民众他们来参与之后 他们就开始会回想说自己的老家是不是可以来做修散 不是只有拆除或是改建这一条路而已 他们这个去上了这个课之后 他们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技术经验带回去 从事他们自己家里一个可能一个修散的部分嘛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就有很多的延伸性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推展两年 我觉得文化其实是要推展更久 才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成果 对当然嘛 这个需要长时间的一个酝酿 不过那我知道您之前曾经在这个台南的土沟社区 这个也很有名的一个社区 参与过这个七年的这个社区营造的艺术设计计划 对不对 我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您这一次在这个嘉义大北门地区进行的这个过程 跟你在台南的经营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尤其是我们刚提到这个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个培育人才 或者是一个营造空间啊 我想这次在嘉义的经验跟台南很不一样 因为在台南其实我们就已经酝酿我我待过七年嘛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他其实是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然后再包括因为我们当时是研究所很多学生一起去投入 所以他在很多事情上就有很多人手 而且大部分的人的领域都是跟建筑有关 那这一次在嘉义进行这件事情 其实是等于说要从头开始 所以很多事情都还在起步中这样子 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参与的伙伴 他来自各种不同的领域 所以在初期可能比较辛苦 可是可能之后会因为领域不同 会激发出不同的想象 是我们这个嘉义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嘛 好像这个针对插画的部分非常的有经验嘛 那你自己在这个嘉义这个部分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从事起来推起来 你就感觉特别吃力啊 因为毕竟可能也不是你的这个专门的一个领域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建筑与古典 所以其实还是蛮有关联性的 后来研究所才去念这个艺术相关的了 但是我们也是叫做建筑艺术研究所 所以其实都还是有相扣合在一起 那插画其实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兴趣 就持续都有在做这样 听起来这个我们嘉义好像还蛮乐在其中的嘛 跟自己过去所学的都还蛮相关的啦 其实很多观念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不过那我手边资料也看到 其实你跟你们团队你刚刚提到 就已经在当地已经推了这个两年的这个工作了嘛 那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我知道你们除了这个目前在进行的这个老建筑的 在这个之外呢 你们还推动了很多 包括这像这个文化导览路线等等 我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我目前在当地推了哪些工作 那目前的成果是怎么样啊 我们其实主要还是在推动 木建筑保存的这个区块 然后除了我们这个计划 它是针对成年人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也在推动 就是国中小学的那个学生 他们做深度的那个嘉义的木画的了解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陆陆续续 又办了一些课程跟应对 那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 就是有北新国中跟那个加大副小 他们其实都已经推了非常多年的 就是关心在地的事情 所以今年我们预计是会有一个网站 就是学生他们会制作一个网站 来呈现这些成果 所以你们跟学校做结合就对了 对对也跟学校做结合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就是会定期办理一些 就是社会议题的讲座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持续办理的话 那个其实每个礼拜都有蛮固定的那个族群 那如果有新的议题进来的时候 也会有新的人加入 所以其实是还蛮稳定的 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进来的 社会议题包含哪些啊 比方说像公民意识啊 繁核啊或是新移民或是自然农法的这些类别 所以不一定局限在在地嘛 其实范围还蛮广的 对对对 那这样听起来 其实你们的团队在当地这个扎根很久 那你们应该有进行过一些这个田野调查的部分嘛 对不对 我本来是因为我都去两年 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在地的伙伴 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做一些那个嘉义的一些田野调查的资料 那你自己有实际参与过吗 这个田调的部分 因为我参与的时间是比较晚 就是这两年 所以去年跟今年就是比较针对在梦建筑培育的这一款 是你也不用太客气 两年其实还蛮长的啦 两年其实对社造来讲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 是 不过你自己这样子在听这个跟你们团队的成员在分享的时候 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田调的经验 比如说有没有哪些是过去我们曾经已经很辉煌的东西 那现在是已经被人家遗忘 你们是找回来的一些 可能是建筑工法或者是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情等等的 像他们之前有在那个云霄古道办过时机 那云霄古道其实算是清朝就存在了一个古道 但是其实一般人并没有很重视那一个区块 所以他们之前就是有去调查这个地方的历史 然后跟这些居民达成公司之后 办了两三场的市集 然后效果都还蛮好的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因为他这个开发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所以有一些老屋都开始改建啊 所以变成这个古道的风貌就有点变化了 这个也没办法 比较这个现实的问题啦 但是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居民比较挺你们这些计划的 像去年就是有参与的那个学员 现在都会常常来帮忙 还有的是每个礼拜都会来当志工的 所以其实就是无形的力量还是就慢慢的增加 所以当中也是包含一些这个青年返乡的这些青年朋友吗 像我们这次合作的伙伴那个加募居的薛俊鹏他就算青年了 大概35岁左右的这个门槛的朋友还蛮多的 所以也是吸引了一些在地青年他们愿意回去工作 回去我们的故乡就投入这样一个工作里面啦 就是这几年啦 但是因为加一毕竟那个生活比较不容易 所以还是要再观察几年 是 不能我们都知道这个从事文化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经营之外 其实还必须要很有耐心嘛 不过我想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从事这个营造工作两年多的时间 你自己观察到这些当地的居民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浅移默化的改变呢 因为我们其实基本上会来参与这课程的都是某种程度对木建筑是比较有热忱的 所以说一般的民众我还没有办法很深刻的感受到 是 不过参与的人是都是我们这个嘉义在地的人吗 还是 大概有九层是嘉义在地的 嘉义在地的人 那就你了解他们想要去参加这样课程的原因是为什么 当然一部分可能是为了自己嘛 可能自己家里有个老建筑 那他们去参与的这个墓地大部分的这个想法大概都是怎么样 有的是想要增加对木建筑的了解 那因为前一阵子就是墓建筑还蛮行的 就是这种老房子 然后所以就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来参加 那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 他们就是家里有一些老屋 然后他们也希望可以做一些改善 还有一些就是觉得嘉义的文化不能流失来参加 这种对文化资产比较有概念的人来参加 那他们是真的回去有始作吗 有因为我们其实去年执行完已经年底了嘛 所以今年初有几个已经有在讨论说他们要想要来修算自己的房子 但是还没有比较具体的 还没有开始比较具体的行动 不会至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嘛 这可能后续会慢慢的动这样子了 但是其实木造建筑还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因为就是嘉义很多木造建筑是 比方说三连洞四连洞六连洞 他必须要邻居都同意他们才有办法开始做一些修算 比方说像屋顶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 所以就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在 所以会执行的会比较慢一点 就像你讲的这个可能观念上面改变需要一点时间嘛 去让他们做一些培养这样子 搞不好之后你这个老建筑又成我们这个嘉义 这个大北门地区的一个很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嘛 像日本也有很多这种木造房子嘛 也是一整个区块的嘛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最近这个计划是不是有要办什么样的活动 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这些相关的讯息 或者是想要实际参与我们修算课程的话 是不是可以透过哪些管道知道啊 好我们最近规划了四个系列的课程 一个是木知识 那木知识就是比较知识性的课程 然后会在六月十八到六月十九开始这个课程 然后接下来会有木体验 然后真的真的去实际的动手做足编甲礼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木巡礼会带着大家去参观嘉义的木建筑 然后最后是一个亲子的木玩意 然后就是用木做的小屋 然后让大家体验木做的乐趣 那所有的讯息都会在FB的加油老木工作队的粉丝页上面 那加是嘉义的加油是有没有的有 老是很老的老 木是木头的木 加油老木工作队 那好嘉义老木 这上面都有相关讯息的 那这个参与的条件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啊 除了我们的木玩意是有是亲子的活动之外 其他的课程都是只要你对木建筑有兴趣都可以参与 年龄也不限经验也不限 经验都不限 因为我们会有就是从比较初阶的课程 然后告诉你怎么样进行 是相关的课程呢 就可以上我们这个加油老木工作队的这个脸书 上面都有相关的讯息 OK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邀请的是许嘉玲跟听众朋友分享 他的大北门老屋修缮培育基地计划 那么这项计划呢 是希望提供一个可以进行木造建筑讨论 学习以及实作的能力集合据点 那么除了培育人才 也希望针对嘉义的大北门地区的老木造房屋 进行修缮并且保留珍贵的历史文化资产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 想要进一步了解这项计划 或者呢是想实际参与课程 也不妨参考嘉玲所提供的资讯 您可以上脸书查询加油老木工作队 进一步获知相关讯息 那么今天在单元最后呢 也要再次谢谢嘉玲哦 跟分享你们的故事 那么祝福您未来就顺利哦 谢谢您哦 好谢谢大家